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療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這個題目 有小朋友的家人聽眾可能都會經歷過 關於一個BB仔的尿布診 雖然現在大部份都採用指尿片 可能就說不關尿布事應該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我自己的經驗上來說 都一樣會有出現這個問題 袁醫生可不可以幫我們的聽眾解釋一下 或者是怎樣應該怎樣處理 始終BB仔他們不懂得怎樣說那個反應感受 只懂得哭 我們說是講尿布診 其實就不是一定那些古色的布的尿布 現在的新的那些 用過一刺膽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種問題 當然是尿布診是一種令到皮膚刺激或者感染 通常是因為濕的尿布 長期和嬰兒的皮膚接觸引起的 症狀方面你會看到皮膚可能濕潤 紅或者粗造 紅色的斑點或者斑塊 都可能因為由念珠菌引肥 引起酵母的感染 有時候可能細胞感染 都可以引起這些水泡和濃液 病發症都要留意 就是尿布診除了會引起局部炎症和感染 其實都很少會引起其他毛病 但如果沒有其他原因而出現高燒 或者鼓溝的臨巴結 即是大腿癌那些長大 那就要立刻去看醫生 看看有沒有血液感染的可能性 那表面看看 就留意一下 嬰兒的皮膚怎樣 如果皮膚有沒有發紅或者發亮 如果有發紅發亮 顯示它有念珠菌的感染 那看看皮膚有沒有農液 或者引起皮膚起泡 那這種情況顯示細菌感染的 那看看嬰兒有沒有發燒 那還有那個嬰兒的鼓溝的臨巴結 有沒有漲大 那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留意這件事的 好了 那同一個療法治療很簡單 那如果那個嬰兒呢 在覺得很冷 尤其是呢 當它打開屁股 它特別覺得不舒服覺得冷 那也都看到呢 它感染的尿布疹有些濃液 就是聞起來好像有些痴死味 那我們用的療劑呢 就是流化鈣 Heposylferous 好了 那如果嬰兒皮膚 即是折起來的地方 出現尿布疹 折起來的地方 那皮膚本身乾燥發紅 和破裂的地方很癢 那有時候有些好像蜜糖的分泌物 還有一些結架呢 這個療劑呢 就是石蜜 Graphitis 好了 那嬰兒呢 明顯是有紅色的 那尿布疹 簡直是發亮的 那這個 是由那個念珠菌引起的 那我也都叫做 鵝口瘡的尿布疹 那我用的療劑呢 就叫做 酸質Metorinum 好了 嬰兒呢 如果是肝門 肝門周圍呢 就是一塊 一塊紅紅乾燥 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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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療布疹呢 那這個可能因為熱 因為包得太熱 或者可能熱水 洗澡呢 是搞出來呢 那這個就會用 硫磺這個療劑 好了 那通常呢 這個療劑在幾天裡面呢 就應該舒緩得到 如果你配得好的 OK 那其他可以做些什麼呢 那在療布疹出現的時候呢 儘量呢 就不要再帶著 不要再包住它 那當然呢 療布疹變得濕骯髒呢 就勤於更換了 不要被它說得太久了 那用一些簡單的 溫和的水啊 乾淨的肥皂水啊 或者膠色韌呢 去清潔那個地方 那也都可以呢 就用一些風筒呢 就是不要高溫的 那儘量吹乾那個環柱了 那每次換了療布之後呢 都可以塗一些金盞花的乳霜 直至到那個療布疹消失為止了 那如果是發現呢 是那個 是因為那些酵母性的感染呢 那寶寶仔就不要讓它吃 喝那些甜的果汁啊 甜品的 那也可以用一些嬰酥粉 作爽身粉 對皮膚有些幫助 因為嬰酥粉就始終那種食物呢 就是那個化學也很少的 那也可以試一下呢 就不要用一些全眠的 就是有時候呢 有些媽媽呢 就會用一些全眠的療布疹 代表那些膠的療布庫 OK 那那個呢 就是清延一些的物料 那它敏感的機會就少一些的 好了 那在各個別的療症 我每個人都給大家介紹 第一就是石蜜 Graphides 那石蜜的療布疹呢 通常是金黃色 有些好像蜜糖那些分泌物 有些黃色的結膠在皮膚那裡 那皮膚乾燥發紅粗造 還有破裂 有些叫絕痕的地方破裂 那那嬰兒就拎拎拎拎到呢 就是皮疹流血的 那有時候很激動啦 容易哭啦 她又不遭吃甜的東西啦 這些就是那個石蜜型的療布疹啦 好了 另外一種呢 就流化鈣 Hepersylferous Calcium sulfide 那這種感染的療布疹呢 通常呢就帶了一些濃液 聞起來好像有些芝士味那樣的 你嗨一嗨它呢 特別敏感的 那那個嬰兒呢 就非常之生氣很敏感 非常之痛非常之敏感的 那還有呢 它很怕冷的 就是有時候你打開那個療布呢 它就立刻哭啦 你包住它呢 那它就會舒服一些啦 那就是說呢 這個情況呢 就溫暖呢 就令這個病情更加好 那這個就是流化鈣 這個症狀力的啦 好了 另外一種呢 就是臨病質 我叫做Meterinum Gonoreanosum Meterinum 這個療質很有趣的 是那些臨病的病人 那些那個身體 那些病液那裡 是將它提取出來 造成一個療劑 那大家當然不用緊張一下 和療劑的呢 是經過無數次的稀釋呢 基本上沒有任何物質在這裡的啦 好了 那通常呢 你可以看到呢 那個屁股呢 就有一些鮮紅色的 那些療布疹 鮮紅色的 還有周邊呢 就很清晰的 紅的一塊 還有周邊呢 是有分得很清楚的 他睡覺的時候呢 很喜歡呢 就是趴在那裡睡的 或者呢 屈膝到胸的姿勢 就是膝蓋呢 就居在胸膛那裡睡的 好像一隻青蛙那樣 趴在那裡睡的 凡躁不安 非常之敏感的 還有呢 也有皮疹啊 耳朵感染 其他的症狀會出現的 那他們也很喜歡吃酸的東西 或者吃一些 生生的水果比較酸的 橙啊和冰的 那麼寒冷潮濕的天氣呢 就會令這個問題更加好 躺在那裡睡就會更加舒服 苦惡就會更加舒服 好了 最後就是硫磺 修法了 那硫磺的症狀呢 你看那個肝門的周圍呢 一個圈一個紅紅的皮疹 很癢很癢的 那些紅色的那些療布疹 就癢到死 沖了熱水、暖水涼呢 更加癢 就是你幫他沖了涼 會癢到一餐死的 那就是熱水肉是會更加差的 那甚至會癢癢癢癢癢癢癢就會出血 那些人呢 比較上就是 就是午後飯啦 很多人說啊 那就是 吵吵吵吵吵吵 那他們也都喜歡吃甜的食物的人 那硫磺癢癢癢癢癢癢 通常晚間會有差 而且在暖的床那裡睡到愈熱 那種癢癢癢癢就愈差 谢谢袁医生 很快就帮我们解释了几个疗剂 关于尿布疹的处理方法 虽然说现在大部分都不是用传统式的尿布 但是用指尿片那时候 其实都是因应尿布太濕的时候而引起 当然也有刚才提过 可能也是因为有念珠菌的问题 而引起尿布疹 所以遵损适当的疗剂就很快就能解决 刚才提过 孩子的皮肤那么有乱的时候 出现了这些疹的时候 他们又不懂得说 不知怎样感觉 只是在哭 所以令到很多新手的父母 都很头痛 都不知怎样 但是尚避了一些疗剂在家里的时候 真的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立刻去处理 再加上外敷用金盏花的软膏 就很快便便又可以开心和笑 今天感谢袁医生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余医生预约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疗剂和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余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困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发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好,谢谢余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